我們現在從那個酒吧一條街出來以後 這外面還有一個雜貨的一條街啦 就是飄一些小吃啊 補完啊 什麼的 古代的東西啊 風宅啊 中場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拍MV啊 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就是很多的小店 飯園然後他們有一個中間一個休息區這樣 他哪個拍這好了啊 不錯的感覺啊 這樣一個歐米 一個椅子 歐龍不錯嘛 而且一份就好了 這個是什麼 要丟 要要要大順對吧 對 想出生正的 然後就些 等一下 看一下拍戲嗎 就是啦 剛剛拍的 因為 他零下鍋的時候 他的相機光臨就很高了 錄一下 都很想錄一下 都很想錄一下 太冷了 相機受不了 就是他這個 辣的麻將的沒有度 130塊台幣 臉已經沒有多點了 我用動也不慢動 變慢 硬下是好說啦 我也覺得跑掉了 有點咬不爛 這樣還有青菜跟大腸啊 我吃麻將是很辣的 我們大油的辣 我吃麻將的點 我吃麻將的點 有種片片的那個水泥味 很像是 冰糖葉波 這兩碗 那不一樣 小小一碗 喝一個湯 雪梨很嫩的 一切就開了 沒什麼味道啊 沒有想像都那麼甜 反而是燙比較甜 後來沒吃那個 水泥味 很像是橘子的東西 整體來說是不錯 但體驗一次就好 因為他第一個價格真的蠻高的 然後第二個吃起來吃 他後面其實會有點膩 他說他香港的家人 常常煮給他吃了 黃色叫甜湯 甜湯啦 這香港叫甜湯 這是香港傳過來的 也不知道 材料都一樣 就是紅棗 還有枸杞 紅棗 枸杞 還有這個紅棗 還有這個紅棗 香港的朋友也是很喜歡這種東西的 就是後排 後排就整條雞兵 一個大冰塊 來北京就五天 感受到最難的一次